因为今天侯友宜跑去新竹 所以被问到什么改变游戏规则 侯友宜就强调会持续沟通 朝政党轮替不断往前走 不停地讲空话 侯友宜说 我会释出最大的善意包容 尽大努力 大家一起共同面对面商讨 让蓝白河协力往前推 至于是否有蓝白河备案 侯友宜老师目前双方人在沟通当中 等等 幼稚园小学生都知道 你不是主谈人 你有什么资格讲怎么样 侯友宜其实到现在 在问他蓝白沛怎么样之类的时候 他第一个讲的虚话 你刚刚念的那一大段 对 都虚的 他到现在还搞不懂 就是说金浦冲现在这么强势 在主导这一切 你在怎样你要演一个 你在金浦冲之上 讲一些重话 无论如果蓝白沛要达成 或什么之类的 类似这样 其实就没达成 反正无所谓 可他连这样子的 在金浦冲之上的动画 他讲出刚刚那些 很虚虚无无的部分 就是随便讲两个制度 可以结束的 讲了漏漏等的那个东西 就是金浦冲那边 准备稿给他发的 他就是越来越到选举到末端 他就是金浦冲的傀儡或puppie 自媒体时代 我们都知道这个词 一个叫流量 一个叫转化率 你说有流量 这有人气 这个流量也是蛮厉害的 肯定有流量 他没有表示 他转化就会买 后面的下一个行为 这件事情转化 所以对韩国瑜的支持 支持韩国瑜 这是韩国瑜 所以刚刚有个人讲说 你又不是韩选 如果你选 我就支持你 可是你要因为韩国瑜当中 转化到侯友宜 有多少政治人物 可以这样转化过去 如果说你韩国瑜 选一个比他能量位阶低 或这次这个选的职务 比如说个市议员 我觉得有可能 比如我不认识这个世界里面 因为小小市议员 一点点人转向就够 我转过去或转过去 我还算我不认识他 OK韩逸推荐OK 因为这个部分 跟我没有什么 还无所谓 可当你作为总统大选 两岸的部分 台湾的命运 两岸的未来的格局的时候 你总要觉得这个人是 挺得起撑得住 承担得了 有所承担的一个gots no matter 所以我一直讲到说 侯友宜其实从一开始 从去年年底的时候 民调或支持度这么高 可当他开始觉得 可能是他的时候 他跟山山多多讲不清楚的时候 大家对我很快 没有说到现在 在当时马上坠落那个东西 我每次在电视频道上想说 我说他问题出来哪里 我说问题是他的政治性格 因为你这些总统大选 不是在先讲说 你一个新北市长 你一个新北市长在logo 好好做事 在当时是很好的 你是够的 你是够的 而且你韩国的蓝绿白 都没有问题 好好做事 因为你就那四百万人 你顾好就好了 对你就心保就顾好 然后没有人期待 你要在里头怎么样 在那边翻跟斗或者创造什么之类的 张忠谋的什么厉害的这种 没有人期待你会弄经济 也没有人期待你两岸和平 因为你新北市长 没有人多期待 可当你到总统大选的时候 到总统这个局的时候 所有人要看你的所有的东西 你跟 就是我当时就在讲说 你侯友宜 你站在张忠谋旁边 会不会怪怪的 就是说你做个总统好了 你在讲半导体晶片 你敢你前五十年的辈子 或你可能轮回巴士 你这巴士轮回 有没有想过半导体晶片 当然以前可能没有半导体晶片 然后所有 于是就你要放大很多的 一个总统该有的场景 跟人放在一起 你放不进去 然后最后你发现说 不只是你不带对称这种成见 而且你说的话讲的一切 山山多多 含含糊糊糊 连到现在刚刚讲的那段话 都不行 都不行之后 于是大家就归纳的东西 叫做政治性格 你有没有总统格局的政治性格 你就没有 所以现在变成你没有的话 我们要怎么样 其实你韩国瑜韩总 一直说来支持 来支持 而且你刚刚他词也没有说 请大家务必票投侯友宜 他没讲 没有 他只是说来支持我的 支持侯友宜的场子 所以我们现在在看很多人在解读说 韩国瑜已经靠边站了 韩国瑜已经加入了侯金 照团伙 没有 前面A子一看他的言词没有 他其实只是 把我的爱 把对我的爱转给侯友宜 他可能没有说把对我的票 转给侯友宜 没有 大家要懂得听 这是政治 准确的政治语言 我这样讲 精准一点说 明年韩国瑜当党主席的时候 他这样讲就没有对不起任何人 他已经做了他所有该做的事情 朱立伦在我背后捅刀 朱立伦在我背后捅刀 我也照样原谅他 侯友宜以前在我背后捅刀 我也原谅他 都把我捅的背上都是动了 我还努力当汤锅 捅菇 把大家菇在一起 那明年我如果要当党主席的话 你们没有话说了吧 所以现在大家就是马上把 他在这次新北的部分讲说 请把我的爱转给侯友宜 哇很多人说 哇他已经被韩国瑜 金博宋已经圈进去了 各位韩国瑜 韩国瑜很聪明的 这是什么东西 他未来可以怎么讲 说各位 我对侯友宜 我对党 是小爱 我还有大爱 我有下架民邻党战争和平的大爱 在这个实验点上 我们要体现大爱 那个时候才算 我们不是都讲吗 大爱化选票 小爱留心中 对你可以投政党票 有没有 我都讲了 国家之前无小我 我们讲了那么多次 小我小我小我是什么 是个人的小情小爱 是个人的荣誉 这个生死 那时候我也讲 这个苟立国家生死 岂因祸福必屈之 你到底有多爱这句话 因为林哲徐当年很爱用 我那一次也还没有 左宗棠也用 后来有没有 上次那个 好等一下 我不要再把它扯太远了 因为讲白就是这个样子 我最后补一句 上次哥也知道 孔庙祭礼的时候 祭孔大典 地方诸侯就是只能跳六亿舞 只有天子可以跳八亿舞 所以吼侯 我们昨天还直播的时候就在讲 原先对吼侯没有那么强烈的恶感 因为他就吼吼吼做事 你没有做非分之想 那可是当你做非分之想之后 你身边的人又一堆宁臣 在那边说 对对对我吼最厉害的 我吼最棒了 我吼最好了 然后我们就会自然的觉得恶心 因为这就叫指路为马 你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指路为马 那这个要让我们也跟着指路为马吗 我又没有好处啊 我又没有好处 然后你也逼着我跟你指路为马的时候 我自然就恶心 真的就是这样子 所以对嘛你看你侯友宜现在问题就是得不配位啊 你要知道如果蓝营没有处理好 他们应有总统大选对决的一个气势 肉肉都乱七八糟 你知道那个恨国民党的强烈的东西 赌篮票不投的部分 那个东西会转移到在侯友宜上 也就是说现在金卜松的想法是 我做这些厉害的手段 我要把国民党的支持者圈拢回来 才不会啊 告诉你的做梦 因为你现在在阻挠 金卜松你在阻挠蓝白合不了的这件事的过程 每一天每一天 蓝营原有的支持者的火大 就会回到2016年 当时蔡英文在那时候选的过程里头 最后蓝营的赌蓝道就不投你 然后一塌糊涂 然后把立委都拖垮 金卜松就是这样子的状况 他现在不止 他为了逞他自己的一己私欲 根本的骨子里头不要蓝白合 可是一切不会如他所料 因为这整个过程 就会让侯友宜接下来的民调 就会逐一逐一下滑 因为蓝白合不了的仗 全部会算在侯友宜的身上 而侯友宜也没有 压住金卜松之上 你看到代表讲 随着越不能合越不能合的心之下的时候 如果不要我们还不解不论郭柯谈郭柯配不配 不管 这些部分的时候 但是侯友宜的流失这些基层的部分 是金卜松根本 因为他根本不care基层的死活 基层的部分就狠狠地教训他这一点 下 主续